有一个很像西方有个名著叫巨翅死亡 巨翅死亡 这种学说就认为 人类所有的文明 你所有的文化 你一切的这种行为 都是人类在要解决这个问题 抵抗这个死亡的这个本能 因为就像你说的 你实在没法接受像条狗一样 就是毫无意义 就跟一个蚂蚁一样 你必须找到意义 每个人都捏死过蟑螂和蚂蚁 但是这就人之为人 才会谈死这个问题 这是很高级的问题 高等动物问题 所以 你当然牛马它也知道要死 就要杀它的时候它知道 猪也知道 我见过多少次猪将要被宰 去篮子里把它抓出来的时候 那七粒 全村都听得见 然后一刀捅进去 然后羊都知道 但是更低等的动物 其实它不知道死 你小孩喜欢折磨 一个很小的一个虫 因为这个虫继续在逃 它逃的本能有 但它死亡本能没有 它不知道就要死了 然后光一下捏死 就这样 但人是全知的动物 它什么都知道 我要死了 或者我将要死 死于谁手 死于什么方式 这太聪明了人 所以所有恐惧痛苦 然后学说 就全权跟着这个来了 就这样 而且你说 许雷你是画家 你知道 其实我后来看了看 就是这个艺术史上 这个包括从中世纪开始 就是这个死亡 其实是个很大的一个主题 西方 西方 西方是很大的主题 中国人的话里面没有 对 中国人避讳 是吧 中国人话里面没有 有很残忍那种 跟死亡有关系的这些画面 都不出现 除了去画地狱图 但也有的据说 因为我是懂得太少 那你说库洛关系图算吗 写鲁迅和死亡的时候 我就提到 这是西方人喜欢 一天到晚盯着死亡谈的 中国是避讳 但阿诚说不是这样的 他说中国民间 有很多很多就是 非常活泼的逼真的 充满感知的 就是谈死亡面对死亡 有 但是我不知道 阿诚懂得多 我相信我可能说错了 但是 但每个民族一定有自己一套办法 来谈死亡 包括避讳也是一种谈 你知道 你说的这个就是 就是像狗一样这种死去 都让我想到一种什么呢 我们农村里 我们国家这个 有些到现在农村 实际上是因为一个 太惨的情况 可怜的情况 但是实际上 它达到了一种天地不仁的 这样一种程度 你就像农村里的老人 现在病不起嘛 送医院根本交不起钱嘛 就是我们家里有人在ICU呢 我曾经就首夜 在夜里凌晨 我就看到过那个情况 就是这个家属 我逼着医生拔管子 这医生说心跳还有三十多下 为什么不还要拔管子 说你这算是死了 他死了 其实是付不起钱了 是付不起钱了 所以就我爸就说 他从村里抬回去 就叫老人身体坏了 叫坏了 坏了就躺在那 甚至呢 儿媳妇要是不孝顺的 每天还给你烧的两句 你怎么还喘气呢 你怎么还喘气呢 你怎么不早点死了吗 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 我就觉得 这反倒又像你说的那样 的某种残酷的本质 对 所以当我们说怕死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漏掉很多文明 对死的观点 其实我觉得死亡 是和我们的人生 是就在这 我们其实一生下来 就开始死掉 因为我们一生下来 就开始往坟墓走 然后我们的细胞 就已经开始死掉了 所以你一生下来 你能感觉到 你的各种细胞 为什么越来越坏 因为其实你一生下来 它就开始死了 所以我们一生下来 就开始死掉 一点一点点的 走到那 我觉得采取一个东西 就是我又说到自己的事 就是我妈妈给我启发挺大的 我妈妈临死前进医院 就是抢救的时候 我觉得幽默感特别重要 他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不好玩了 就是这一个 他不好玩了 你性格里有这个 然后他死的时候 就打着呼噜死了 就然后 某一个停了 那个呼噜停了就死了 睡着了 所以我就想 得有幽默感 是吧 就是对于这个东西 所以那时候我们聊天 我也有幽默感 我说我的林中怡言 是医生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我是就是见过的 就是就像你说的 我觉得真的目睹 那个情况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种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的感觉 就是无思无想 而且变成一种 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体会 就是我有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当时我正在 他父母所在的地方 那个实习 那么他们家碰着这个事 就是他们家的老奶奶 就等于他奶奶 他奶奶就死在家里了 就躺在床上 他爸呢 这个一个知识分子吧 等了好几天熬不住了 要睡觉 要睡觉呢 就让我们这两个小孩 就是说 他爸说 我跟你妈要得睡睡了 说你们俩看着 你们俩看着这个老人家 他爸还是挺孝顺的 你一定要给我记下来 它是几点几分 就过室的 所以呢 我当时就跟这个女同学 我们俩就坐这就看着 老太太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躺床上就这样 一直是这个声音 一直这个声音 看到大概凌晨三点钟左右 看睡着了 因为一直就这样重复就看 但是呢 我又后来我也不知道 我百分之百的相信 我们只睡着了一秒钟 因为在万籁聚迹当中啊 啪 他们就醒了 我啪就睁眼 睁眼我第一个就是一片寂静 那个呼噜声没有了 然后你想俩小孩 你说对于他奶奶 他这个你知道 那个时候就对这个 见目睹死亡的这种 我就不知道叫恐怖 还是震恶吧 使得连感情都没有机会 发表出来 其实是空白的 空白空白 就是甚至那时候 哎呀那是不是断气了 然后他说你去看看 我说我怎么看 我觉得后来想起来 我觉得有点可笑 我跑过去 我在他鼻子旁边听一听 没有声音 我说这是子的吗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摸一摸 我只敢碰一下他脚腕子 这就是他说的好奇 就是凉的凉的 然后说哎呀就好好好 叫你爸爸 然后又怕他爸爸责怪我们 因为睡着了 不知道什么人是几点几分 就编的 但是我有一个直觉 就是其实是一种力量 让我们睡着的 我总觉得只睡着了一两秒钟 就好就一睁眼 就好像甚至我有时候瞎想 我说是不是死神刻意不让我们看到 他断气的那一刻 然后当时他就拽他妈妈 他爸爸来了就哭 拽他妈妈怎么都拽不起来 怎么都不起 后来第二天早上他妈妈说 说你拽我的时候 我为什么怎么都不起来 我知道你拽我 他说我在做一个特美的梦 就是你奶奶正在往天上生 周围都是穿着白衣服的仙女 他说我觉得梦太美了 所以你怎么拽我 我都不起来 我就说当时的空白 当时的目睹这个的感觉 是那种空白 忘了一切的思考 甚至是感情 我相信啊 所以你知道 我觉得丹青他对这个事感兴趣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的时候 我就很注意学习 他说些什么 写些什么 我还记得多年前 你提到过这么一本书 你看我今天带来 我就是因为你提到 你引用一个 就名人的最后时刻 这么一本乱七八糟书 后来我就真找着这本书了 就讲的是 每一个人临终前的表现 和这个遗言 你看我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说这个卡夫卡 就是卡夫卡这个人讲话 非常有意思 都是二律背反 以至于就是说 他临终前的遗言 都是他太疼了 他太疼了 卡夫卡临终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杀死我 不然你就是杀人犯 这个犯有意思吗 杀死我 不然你就是杀人犯 跟医生说 牛逼 你们现在是不是都在考虑 临终时候说什么呀 你看这说 医生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 他的墓正名叫正在直播中 但是你要这么说 你说直播我又想起来 我又可以给你们看一个 就是前前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BBC有一个全世界 就是热传的一个纪录片 讲的就是一个换了那种运动机无力啊 什么就类似霍金的病人 他最后他就是说 我不要这样活下去 没有尊严 然后要安乐死 但是英国的法律还是不行的 但是瑞士有一个诊所 你看了吗 然后他就是经过一年的咨询 反复咨询就确认 法律上没有问题 法律上没有问题 然后最后就到了这个诊所 就临终前 他一切都准备好了 甚至还举办party 朋友们都告别了 该办的事就是都办完了 最后把一个麻醉剂一个开关 那医生 最后这是很严格的程序 医生还要最后的确认一下 然后他开关拿在你自己手里 尊严死 尊严死 这个中国现在就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一刻 这个中国现在就有 只是各种各样的方式 但是我对他曾经有一次讲的 我印象还挺深 就是说这个安乐死这个事 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就似乎呢 我们大面上一说 就安乐死是好的吧 总是尊严吧 但是实际上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 也不会清理开这个口 绝对不可以 对 我就记得陈老师曾经讲过一次 我大概忘了 你是说好像是看到一个老人 就是喝粥啊 很老的时候喝粥 就发现人的那种求生本能 就是说人在临终前最痛苦的时候 其实你看还是挣扎求生的 就在那个时候 你真的是很难判断 不不不 我相信那个人 比方说那个人坚决说我要安乐死 但是你怎么知道 他在最后一秒钟是这样 你永远无法知道 那这个有办法知道 人的感觉是无比细腻的 这个人从目前看来 他真的是想死 从容赴死 我绝对相信有这样的人 但是人太复杂了 你永远不要只有一个答案去回答人的问题 太多太多答案 他如果是别人给他推药的话 是别人有心理压力的 当然 所以除此犯人的时候是三根 就是不同的法医 比如三个人同时推药进去 只有一根是真的 其他两个是 都是 就让你觉得并不是我 不明不是我 有心理上的一种减压 所以你看 他这问题是怎么样得解脱呢 怎么解脱呢 我才意识到 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慢慢的我就不大想怕死这个事了 都是为了活着的时候 等死的时候没关系的 死的那个人就死掉了 你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受这个东西的困扰 我个人觉得这是 这个时代的忧郁症 普遍的 怎么说 就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话题 就是不工作的问题 对 就是他这种普遍的这种忧郁症 就是觉得社会的各方面压力来说 对他人很大 他有一种病的东西 忧郁症的病的东西 还是跟厌倦有关系 厌倦有关系 他就想到了死亡这个东西 可能讲到更多的人 是想到是不想死 还是想死 讲的是这个问题 对 那我们觉得 我觉得讯息的问题 什么问题 讯息的问题 什么叫讯息的问题 就是现在讯息太丰富了 所以小孩其实很小就知道 通常我们要活到满大 才知道的事情 所以所有事情绕到最后 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会死 所以他很快到达那个地方 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讯息 我们会听到革命烈士死了或怎么样 但那个都是文艺讯息 并不是真实讯息 我觉得我要说我也不算解脱 因为我也没到那时候 真的到那时候 真的那时候可能脑袋又小了 是吧 但是我只能说 现在不大想这个事情的原因 是因为 我不再害怕无知无觉了 就是说假如说某种理论是成立的 就是说人多半走了之后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睡觉就是死了 连意识都没有了 那我就会觉得 其实死了你就不怕了 怕你就还活着 对吗 突然间你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知道这个事情就不怕了吧 就是甚至有人说 说你是怎么有的你呢 你出生以前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对吧 那怎么就有的你 我相信对那个马上就要死 然后天人永隔这瞬间里 死真的不是很痛苦 除非他是被枪毙或者打死 痛苦的是还健康活着的人 困扰所有还活着的人 离死还有不同距离的人 真正到了那个线上的人 是没有我相信 当然我也在胡说 就是我相信没有 那么像我们现在说起的时候 或者你在那脑袋小的时候 那么恐惧 就是你比如说很多时候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一些古人 就是讲生年不满百啊 什么常怀千岁忧啊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这些理由吧 可能我生来就是个小人物吧 就是我觉得 似乎有些人超越 就是说你看 立功立德立言 就我怎么能够 那都是儒家的意思 我轻始流明 可我觉得轻始流明 你不知道了 有什么意义 就这里边确实有一个相关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 假如真的不像宗教里面说的那样 人死后有知的话 如果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么你确实要说 你现在干的一切是有什么意义 你在干嘛呢 在这一层 现代人比古代人要苦恼 怎么说古代人有信仰还是 信仰也好神话也好 什么什么也好 就他对死有一整套 就是话语上的一个像催眠那样的 让你没有那么恐惧 或者可以比较好的度过那段恐惧 现代人什么都知道了 生命到底怎么回事情 最后死掉 没有 他太知道了 一个无神论的世界 对 你为什么一定就相信死后无知呢 我没有 我既不相信也没有不相信 因为我不知道 没有人回来过 我不知道 对 没有人回来过 所有回来都是 都是这个网称的 就是活着的人 替他说这个就回来了 英国有一种心理学的那个 就是试验法 这肯定你也不信 就是有些英国的心理学医生 美国心理学医生 就是会给你 让你催眠术吧 让你去体验死亡 体验你上几生的死亡 让你体验了 就是这个是心理学的一个治疗法 我相信人类想尽办法 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让你体验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被心理学医生这样做过 去体验前几生的死 OK 说说 就是他就是这样 然后他数数让你进入催眠术以后 但是你又办 就是你其实是醒着 但是他就你就突然就进入到一种情况 和你现在情况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一定让你进到这个情况以后 看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样 然后他一定要让你说 你说你现在经历一下我数123你要到你死亡 你怎么死的 就是这一个心理学治疗方法 就是如果你这辈子有什么问题 你到上一辈子去找 你是有什么问题 那你到上一辈子去找 你上辈子 你上辈子找出各种东西来 你要是老不停地做这个 你不停地进入各种环境 我不告诉你在这 我秘密 因为很好玩 你根本想不到你会进入一个环境 然后说是你上辈子 然后你突然发觉 比如你这辈子有什么 有些病症吧 你突然发觉你到上辈子 你还在体验同样的病 所以你这辈子最好把这个病治好 所以他那个心理学就是说 比如你要是怕什么 你可能上辈子因为有什么 这个我是想起来 刚才我讲那个我怕水的那个事 我以前一直做一个梦 这梦是不断地各段时间会出来 就同样一个地点 一个桥边 像乌镇一样的这样一个桥边 我后来就问一个迷信的人 我就是说你怎么解释这个梦的 他说你上辈子在这儿就是自杀 或者怎么死在水边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上辈子 我就水的恐怖的东西 作案地点 这个也很难解释 所以这边你不能自杀这边 就是这个吧 你当然我觉得确实是 这个佛教里头 或者是很多宗教里头 对这个有解释 肯定会对人特别有安慰 但是就说真不真 还是咱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他后来他变成了一个什么呀 就是因为这不是八十年代一本书吗 就是有这么一本书 八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 一个心理学医生给人做了一个 就开始做一个实验子 给他的病人 然后在八十年代的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特别的流行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流派了 就是整个欧美都在做 就是都在做这个心理学的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呢 后来的这个 后来因为发展从心理学 已经发展到心理分析学了 也就又高了一层 这个我就没有再去经历 就做这个给我做 我经历过一个英国的心理学医生 他是这流派的 他就给人做这个 所以他认为这是有根据的 有科学根据的 就是你确实是肯定 每个人经历了不同的这个过程 然后又巡回 因为我们就是不停地来回巡回 然后所以呢 他就用这个催眠术 把你给带回你的过去的空间里 去治你现在的问题 是这样的 现在就不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科学家叫朱青石 但是这个人呢 现在特别有争议 他本身是个院士还是科学大学 因为他现在就开始发表这个讲话 他就他他应该是最后归信这个佛教 因为他就说量子力学 他就认为量子力学 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他认为科学在此以前 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他说但是就像薛定谔的猫 他就这个这个这个 朱老师他自己这么讲 他就说 他说我们想来想去 有一个人提出来 如果当时这个盒子里有一个人 那么这个猫啊 就要不是活的 要不是死的 对吗 就会看见了 就会确定了 不会再出现量子力学说的 是个概率 不能确定 他说那这里面增加了一个什么因素呢 就是人的意识 他就认为人的意识 会带来这个怎么说呢 可能性的坍缩 而确定性的这个这个出现 所以他等于说他认为现在 他认为量子力学 可能将就将来会不会研究出那么一个方向 跟人的意识有关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发现 一些现象 你观察 他就有 他就确定 你不观察 他就不定 甚至于他讲的这个 就是说现在这个量子缠绕的这个现象 说两个成对的这个量子 哪怕是在宇宙的两端 他要这么一转 那边也那么一转 这比光速快多少倍 那么所以说就接下来想啊 就是假如人的大脑里 也有这个一个量子 所谓灵魂出窍啊 就是你最后这个量子 你死亡的时候 这个量子的这个改变 那么那边就会有感应 他用这种东西来企图吧 企图解释灵魂出窍 或者人走了之后啊 这个魂归大化 回到宇宙意识当中 当然他这个说法 就现在就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啊 现在就有一种就新的 就是新科学嘛 就是一种叫就是神秘科学 就是在国外就特别实行这个 就是神秘科学来解释 我们无法解释的现象 然后所以呢就是 有很多东西它是存在的 但只不过我们就是 无法拿已经定的数字科学来解释 但是它是承认的 现在被承认就是 所以死亡就在我们身边 从神秘学 就神秘科学的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 但是程老师你说 假如死后有知的话 不可怕吗 会比死后无知更可怕 更幸福吗 这都是活人在说话 我很希望有个死人 我们百分之百承认 他是个死人 但他说出这个话 我们就很重视 但就像他说 没人回来过 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你比如说 我就刚才讲了 就有这个死亡恐惧症 这就到了医学的程度了 那怎么解脱呢 怎么能不怕呢 有时候想起来 这是世界上 几乎是唯一一件事情 确定不移 而你完全无力扭转的东西 而每个人都要经历 我相信当我们说 你要死亡恐惧什么也好 大致说明情况还好 这个人还活得挺好的 我非常相信 还是有若干人 可能还不少 就是从古到今 就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他真巴不得快点死 出于种种原因 这我也相信 你快弄死我吧 或者你杀了我吧 或者是要自杀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谈到 一个自杀的问题 很重要的是一个自杀的问题 就我们所有人都承认 我们怕死 但是自杀的人怎么会要死 而且我相信他也还是怕死 但他一定要解脱一个什么情况 因为他实在在这个情况里 他不想活 那就是很大很大一个话题了 自杀的原因可以有一万种 方式也可以有一万种 但他就是我的一个小学老师 就是这样的 怎么样 他文革当中就是 才二十几岁 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八九岁 他就造访派 那后来就忽然就倒霉了 他有种种事情 最后就 他就自杀过以后 割完 但是割下去以后 他自己捧着手 自己跑到医院去 就是我说的 就都割下去 他后悔了 他看到自己出血了 想到要死了 他慌了 就奔过去 亲眼看到 跟他去医院的人告诉我 他是我的班主任 教了我四年 非常 我一直学他走路 学他写字的样子 一个男老师 好 他活过来 活过来可是又继续逗他 逗他最后他决心死 就是从楼上跳下来 问题 跳下来他还是没死 他就不知道用什么办法 挣扎起来 再用头猛撞墙 最后死了 所以他真的想死 这就像人家 此外我听说过的 就不断自杀 被人救起来 或者阻止种种这些 最后还是死成了 这样的例子 我们到处可以听 非常多 开展日 非常多 所以人其实 一方面是恐惧死亡 另一方面 有很多很多情况是 他想快点死 包括家境很好 没有什么迹象 理由要去死 就像我们刚才谈的问题 这个是上回谈的问题 我不想上班 厌倦 进而就厌倦 进而什么都不要 然后最后一条路 他说我不活了 很年轻的人 在美国很好的 这个区域 像Kinatica这种 这个白种是上等人家庭 就小孩在一块车房里面 就喝酒 吸毒 最后一起弄一个什么东西 就死掉 放煤气还是怎么样 这豆沽年花就死掉 索拉老师是觉得 你要到了那时候 肯定是去一个更美的地儿 是吗 我 我就还看过一个 美国的一个老太太 是一个巫师 那个美国老太太 特别有名的巫师 因为就在美国 也大家老讨论这事 我就在美国看了电视节目 那老太太就是 当时也有人问她 说人死后上哪 上天堂还下地狱 她就回答了一个 她说全部上天堂 她就当时 然后她说全部上天堂 都好 然后后来女人说的 那下地狱这事怎么回事 她说这就是地狱 你们都在地狱里 没错 所以有人就生不如死 这个还是语言的问题 还是语言的 她会说 她会说 还是语言的问题 语言很管用 语言能解这个 你比如说我发现 星云大师就深通这个 我看有个小记者 女记者 她也是采访完了 这个星云大师就问 就要怕死 问她怕死怎么办 然后星云大师就跟她说 你怎么知道 你在这个世界一闭眼 在一睁眼的时候 不是在另一个 更好的地儿 一睁眼的 还有一个 就是我在纽约的老朋友 周龙章 他一直引这段诗 我可能背不全 就是台湾有一个法师 也是很有名 我忘了名字了 最后留下四句诗 就是前面不去说了 但最核心词 就是本来没有我 生死两开交 就你这样去想 本来就没有我 现在又没有我了 所以人类是靠语言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至少暂时解决 你要这么说 我还想起这个 海明威那个《战地中生》 印在那个《非夜》上 那首诗 英国一个叫什么 多恩 约翰多恩的写的诗 他有一种观念 来解脱这个事 就是说 你是一个更大的意识的一部分 就比如他就说 任何一个人的死去 都是我的减少 比如说假如欧洲 淹没了一个海岛 那就是欧洲的减少 他的意思是说 你每天都在死 你身边没死去一个人 这个人就带走了你的一部分 因为什么是你 你正是这些周围朋友 社会关系 及格知你 所以你走了一个人 你就死了一部分 对 所以他就说 丧终为谁而明 他在为你哀悼 就是这个也是语言 也是语言 所以书本化也讲过 跟刚才那个法师内容一样的 他说人的死亡 只是来到他原来来的地方 人的死亡 他来到这个世界 让他离开这个世界 只是去到你本来 没有来以前那个地方 终点又回到起点 从归尘土 所以 太多这样的语言了 所以会聊天 能解脱死亡的 也就是这样的语言